第213章,试过江龙,一路吹着口哨回了综合部,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燕总办公室回来的,也没多问。 其实,韩千把燕青青给忘了,回到综合部就被大强拉过去打游戏了,这个游戏,韩千知道,大强玩了一个狂战士,韩千捏着下巴小声道,魔法师多可爱。 格斗家也很英气啊,你一个女孩子怎么玩得这么一个玩意啊,这家伙好啊,没人揍他还自己掉下,大强黑黑笑道,我管他丑,还是好看呢,厉害就行。 韩千撇嘴道,我认为剑魂才是最帅的。 大强的转头怒势,怒道,切儿哥,拔刀吧,红狗和白手势不两立,看韩千要走,大强拉住韩千一脚,可怜巴巴道。 哥别走嘛,我弄了一个上午的天空套,这两千多都进去了,就出了两件,你试试你的运气呗。 你这脸够黑的,先说好,点到为止,我就喝两百的。 韩千没劝大强别冲钱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,大强除了往游戏里花点钱,买点衣服,买点化妆品,好像也不少。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,韩千也上头了,再来五百,再来五百。 当扔进第二个五百的时候,终于齐全了,韩千松了一口气,同时也有点心疼,可大强是完全不在乎这些,本来他就不在乎这点钱, 韩千坐在边上看着这个姑娘肆虐副本里面的怪物。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,反派往往被设计得很丑,是担心玩家会对好看的反派下不去手吗? 看着看着韩千就有点困了,一次次的磕头被苏亮看到了,站起身走到韩千身边笑道。 昨晚没休息好,别睡了,咱们来聊聊天,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骑自行车撞卡车上的。 韩千转过头比一道,其实我想撞坦克来的,这不是找不到吗?咱俩聊天没劲,刘富过来一起聊天啊。 刘九龙笑着说去七点茶,这才有聊天的气氛。 苏亮儿见兮兮地说去杨家那边顺点瓜子过来,大家伙放下都放下手里的工作,听韩千会声会色地讲述着晚会的事情。 最后一句说是听别人说的,大家伙齐声地虚他,韩千也不放在心上,继续着他的单口相声,会声会色。 话说当时啊,男人被鲜血所沐浴,激发了人体的斗志,与那名为蛤蟆的人互换拳头,两人站在原地不躲闪,也不开口,只是把拳头交替地落在对方的脸上,拳头没有了力气就用额头去撞对方的头,鲜血如水一样在他们的头上流淌而下,我比现在好惨。 珊珊捂着嘴问道,不疼吗?韩千眯着眼点了点头,轻声道,疼,疼也要忍着,忍不住命就要没了呀。 倩哥,当时你有想过你如果输了的下场吗?没想。话说一半,韩千发现苏亮,刘九龙和珊珊看他的眼神全部都是担心和心疼,李九龙的眼中更多的是愤怒,低头骂了一句挨牵刀的。 韩千站起身的时候,肩膀被杨岚按住,韩千转头昂起脸对着杨岚憨憨傻笑。 杨姐,我是不是又犯错了。杨岚按着韩千的左肩,低头看着韩千的脸,温柔笑着摇了摇头,柔声道。 没犯错,做得很对,你做了很多人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,但是以后不要再这样了,我们都会担心你,以前你在综合部大家伙都会希望你别在这里捣乱,在你失踪的这小一个月的时间, 我们发现少了你的综合部不热闹了。 韩千继续着他的憨笑,傻乎乎地道,那我不是一条臭鱼搅了一锅星吗? 华洛,姗姗紧接道,千儿哥哥,你说错了哦,我们都涨了五百块的工资哦,听纪部长说是公司烟总和高副总一致决定的。 既然如此,我想喝可乐。 韩千话落就一个小伙起身就跑,不到十分钟就抱着一箱的可乐回来了。 综合部的气氛真的变了。 杨岚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们聚在一起聊得热闹,和他们在一起真好,如果刘富能正常一点就更好了。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? 其实,韩千说得很烂,可同事们很捧场,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不痛快,韩千从综合部小霸王变成来的团处,这期间燕青青气势汹汹地来过,看着被众人包围在中间的韩千,他笑了轻声道。 杨岚走吧,别去打扰他们了,准备一下,让综合部和项目部进行工作合作,告诉广告部也准备和综合部进行交涉,开始准备家具商场的宣传和招商,告诉这三个部长,我要在开业之前让里面店铺都租出去,如果失败了,韩千要承担责任。 小杨岚抱着文件跟在身后弱弱地问道,这是不是对韩千有点不公平呀? 那你来承担。我认为韩千是可以的,燕总我这就去交代。 小杨家踩着一双高跟鞋跑了,燕青青看着小丫头的背影笑了笑,这时候她的手机响了。 爷爷,您孙子又给您来电话了。 听到这个手机铃声,燕青青的笑容瞬间消失,拿出手机轻声道。 我最近一直听高旅行提起一个叫韩千的人,前几天收到了一个消息,他似乎和那个冯伦有很大的牵扯,好像知道衙门口黑暗的一面,你想个办法拿到他知道的事情,然后告诉我。 听到这个事情,燕青青的脸色瞬间就黑了,他怎么能不明白韩千手里握着的事情有多么的重要,又有多么的危险。 现在,韩千不暴露这个事情,他就握着主动拳,可一旦被柳声哥知道,这个家伙绝对不会让韩千好过。 燕青青深吸了一口气,沉声回道,对不起,我做不到。 电话的另一端发出一声轻疑,随后道,给我一个不让你离开公司的理由。 我喜欢韩千,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,沉默了许久后叹了口气。 轻轻,我一直拿你当作我的学生,妹妹,甚至你是唯一有机会陪在我身边的女人,既然你喜欢她,我柳声哥是个名势里的事情,这件事情你就不用掺和了。 记住,是你不用掺和了。 话落柳声哥挂断了电话,京城一座四合院中,英俊地让女人都嫉妒地柳声哥站在院中,他打开了鸟笼,里面的一只黄鸟飞出,乖巧地落在他的肩膀。 柳声哥看着黄鸟,眼中满是温柔。 还是你最好不会离开我,陪我去一趟锦西,去看看那个被乾陵和燕青青都当作宝贝疙瘩的寒谦,到底有多厉害。 黄鸟啄了一下柳声哥的耳朵,一人一鸟离开庭院。 试过江龙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